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們換了第二間飯店 如果你的預算比較高一點的話 給你們另外一間飯店的選擇 上一間那間算是比較簡單 但是它地理位置太好了 等一下來開箱房間 竟然開這間飯店的雙人房 開箱 很明顯的就比上一間飯店 它整個成色啊設計都好一些 比較有設計感 也感覺空間感比較大 廁所就是乾濕分離 簡單的 如果跟上一間比的話我一定是選這間 當然 上一間就是好在地理位置 又到了下午茶的時間 我們只在飯店休息了半個小時又出來 這一家Teddy哥說是吃下去融化的麵包 叫做冷牛油嘎椰白麵包 而且他說它麵包是沒有烤過的 上來了 我先翻開裡面讓你們看看 我光這樣摸就超軟的耶 裡面就是包奶油很像那種冰火菠蘿油的感覺 牛油加加椰醬 超軟超好吃 怎樣了 傻眼 它的麵包味好香喔 很軟很軟的菠蘿油 而且這台灣是已經會烤過的 它也有烤過 可是Teddy哥說沒有烤過才好吃 它裡面的那個奶油是不會膩的 而且吃沒有烤過的吐司 完全可以吃得出它的功夫 太綿密的吐司耶 真的是會融化耶 這好強喔 這是沙巴的特色美食嗎 還是馬來西亞都有 沙巴才有 只有沙巴才有 可以的說這種醬你也買得到 但是這一家的醬它是自製的 是沒有辦法放超過7天 所以你想帶回去也沒辦法 而且加椰醬有很多種加椰醬 各家做的都不太一樣 他們加做的好好吃喔 我超常吃奶油 但是好好吃喔 好煩喔 沙巴好好吃喔 老吹現在要錢要再去點一份 還有人要嗎 我傻眼這一份台幣15塊 我覺得好吃的東西就是它很簡單 但是你還是會一直想吃 我覺得它結合了三樣 單獨都很厲害的東西 第一個是它的白吐司 然後跟它的加椰醬 還有那一片牛油 Kedy 我真是拜給你了 因為它的吐司吊在哪裡 它自己做的 加椰醬也是自己做的 那個牛油是選的 最頂級的澳洲牛油 我們現在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沒有一餐是雷的 就只有好吃跟超好吃跟超爆好吃 Kedy哥讓我們來吃了 這家叫做復原 在沙巴大概有五六間的分店 只要是這家的都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菲律賓市場 然後我想說問導遊 為什麼是叫菲律賓市場 因為他說這裡就是菲律賓人 會有菲律賓人是因為他們就是 可能覺得菲律賓不是很好 然後逃來馬來西亞 可是他們又沒有馬來西亞公民證 政府有給他們一個公認 那是良民還是難民吧 然後就讓他們就是可以有 住在我們剛剛去的海島那旁邊 然後有一個市場這樣 可是因為小朋友其實 他們沒有馬來西亞人的權益 他們不是馬來西亞人 所以也不能上學 然後看病也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逛逛 有想要買東西就幫他們買這樣 Kedy哥說 馬來西亞的政府也在掙扎 就是到底要不要給他們這些福利啊 或者是教育 但是目前為止是還沒有一個結論出來 就只是暫時開發一個這個區域 讓他們賣東西 或者是收留他們 逛進來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也賣了很多紀念品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貝殼製品 你就當做三星買一點東西也好吧 但是其實賣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啦 走著走著就會走到一區都是賣食物的地方 Kedy哥說在這邊可以點來吃 但是千萬不要點海鮮 其實你看到有蒼蠅飛過的反而可能是好的 但是那些海鮮有放藥 連蒼蠅都不敢飛過去 你會看起來非常的新鮮 但是它放了很多藥 買了一杯芒果汁來試吃味道 7塊台幣 7.7是 喔一杯50塊也蠻貴的 7塊台幣 台幣 我真的傻眼 你下去喝 你下去喝 那是色素嗎 不是這新鮮的芒果喔 等一下 好喝 屁啊 Kedy哥說這邊來逛的就是當地的原住民 或者是馬來人 華人就比較少來這一區了 真的非常菲律賓Loco式的 試一下山主 要選它很綠 然後呢不會太軟的那就很好吃 你不要每次都跟老闆這樣 吃山主要注意他的汁不要噴到衣服 是洗不掉的 所以有一些飯店會禁止在山主 賣這個檳榔串不知道要怎麼吃 放在葉子上面然後再放那個白灰 這真的是檳榔喔 在菲律賓市集往前走不到5分鐘 就會走到一條海邊的酒吧街啊 在那邊喝點酒等夕陽 這條酒吧街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可以吃 我們今晚就要嗨爆這條街 還有很多LIFE BAND啊 今晚飯爆你啊 不行我胃痛 你現在假裝對不對 對 那邊有告訴我 再繼續往前走一點點就會到了一間MOD 這間MOD就在我們飯店的斜對面 也就是說那條酒吧街呢 從我們飯店走過去大概只需要10分鐘 早就知道我天都來坐這邊 哈囉 好像喔 我們現在在等後面的夕陽落下 你要坐機器人啊 兩分鐘要嗎 坐啊 想坐就坐啊 你看不然你可以坐這個馬車啊 你看我弟多夕陽好賤 玩一次還有差不多150塊台幣 你自己慢慢玩喔我們先走了喔拜拜 在我們玩的同時 夕陽也落下啦 這叫做我們最後一晚在沙巴的夕陽了 在這邊看也是非常漂亮 然後看完你就可以去酒吧街喝個酒 你弟弟還一個人在玩 看起來真的是十分淒涼 走過來一看我弟弟我嚇到 你幫他上字幕令人比喘 我說你各位啊 沙巴最後一天的晚餐可以隨便嘛 不行了 今天晚上是重頭戲啊 那個龍蝦有多大 看看這個龍蝦的大小唄 現在才陸續一到一到送來了 光看那個份量我真的是就飽到兔了 你話先不要說太快 你從店裡說好飽好飽 結果你還不是一口一口接著吃 今天這間餐廳主要是主打真海鮮 不過我們今天叫的是和菜 也是我們這一團比較特別會吃到的 一般閃客吃不太到 我們先喝個湯叫做蟹肉玉米羹 還蠻好喝的喔 蠻鮮甜的 沙巴的玉米本來就很好吃 不管是路邊湯還是餐廳都好好吃 而且底就是六人份嗎 這十人份吧 西菜一湯 這一間的都是海鮮 第一道我們先試吃的是炸魷魚 很酥脆 它的炸物沒有UIV喔 脆皮炸雞的那個皮 所以吃起來特脆 然後裡面的墨魚片也非常有嚼勁 它不像花枝這麼Q 你看它這個墨魚的切面其實是很厚的 下一道蛤蟆你看它上面的大蒜 還有那個蔥 它蛤蜊完全沒有腥味 完全沒有 而且它蛤蜊還有點滑嫩耶 下一道是雞卵骨 味道有點像蜜汁排骨的那種料理方式 可是它是雞卵骨 然後這裡也叫做V骨 很像台灣的那種糖醋的味道 它整塊肉啊上面都裹滿了那個汁 下一道也算是重點軟殼蟹啊 它有一個很像的蒜頭味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螃蟹 但是我超愛吃軟殼蟹 因為它不需要剝 然後沒有太多的油耗味 我現在只吃到餃而已 我整個烤烤烤烤然後很香 下一道是泰式魚片 泰式魚片這個還好 一般的那種餐廳的魚片 下一個重點菜 奶油蝦 Teddy哥說這個是咖哩葉 交男朋友就是一定要教會幫忙剝蝦的 但這個我建議大家不要請男朋友剝 因為你看它上面都巴著醬汁 這個就是要這樣直接 很貼心啊我想讓你吃醬 就是 因為我就是不想要剝蝦 那醬他如果喜歡吃就給他吃 他如果說醬不夠 那我們再沾一下不就好了嗎 他的醬好特別喔 所以野奶然後辣辣的 真的好好吃 而且他的蝦肉是新鮮Q彈的 以上7道我們又試吃完了 就讓阿薰來做最後的總結 評分1到10 8.5分 我跟你講他的沙巴吃幾乎都有8分以上 我喜歡給8分 但是我主要是覺得他這邊的菜都是炸的 所以可能比較容易膩 他的海鮮都是新鮮的海鮮 只有給8點5分 整個沙巴我真的好飽喔 第三天的時候 半夜起來吐3次 我真的吐耶 而且我是從床上這樣彈起來吐 而且我以為我是不舒服 對想說他胃是不是怎麼了 沒有我吐完就沒事了 我真的是飽到吐 直哉是直哉 本身裡面畫的 超級職員 我來自置物 從床上來 我吃到 那一個 是 那裡 我們